维尼老师问说怎么样把复制的东西秒到X-Mine上面 好等一下我再做一次示范 然后知识隐藏一串完整叙述的 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好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就是我在在栽心制服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对照的直接开出来 就是但是如果你有双萤幕 哇这时候就跟各位报告 双萤幕真的很好用 这单萤幕这两边 你要拆两边实在太小了 双萤幕就是两边都可以放大来看 尤其我们现在那个超过40岁 我们已经51岁的那个眼睛真的是老花 好那比如说刚刚讲那个假设 好这是整句的,我把它贴一下 怎么样把你,你如果想要快速摘要 那我们通常就是你在网路上搜寻的文章 那前提是你的文章的文字要能够复制 要能够复制,如果你今天找到这个网页 它是不给你复制文章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复制贴上 所以如果你找到是可以把字复制的 那就很简单 把你要复制的关键词 选起来,选起来之后Ctrl-C Ctrl-C按了之后 到你的亲自图上面你要贴在哪一个点的后面 直接选那个点 然后直接按Ctrl-V就贴上来 那如果你再按Ctrl-V 它是贴在你选的那个点的后面 你选了这个点 Ctrl-V就会贴在这个点后面 所以这样Ctrl-C这边Ctrl-V就贴过来了 那至于那个隐藏的部分 其实你会发现 亲自图它这边 它在每一个后面如果有节点的部分 它都会多一个小圆圈 那这个小圆圈是可以把东西收起来 再打开的 就是收 收 收 抽屉收起来 跟打开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会在 这个部分在那个背诵记忆的时候 会有关键的用途 那或者做简报的时候会有关键的用途 那我在后半段再来讲 但是它的工具的使用就是这样 点起来 点一下就可以收 点一下就可以放 好 那这个部分是刚刚有老师问的 那请各位继续做摘要 那我这边我就偷懒 我就拿一个我事先摘好的东西 等一下做示范 好 那各位要自己摘哦 因为你在自己摘的过程才会 才会有那个感觉 你才会有 有刚刚讲的这些感觉 你抓一个 关键词出来 然后那个关键词一开始不会很精准 可能甚至是整句的都OK 这样都OK 那等你在第二次review第三次review的时候 你会就可以越来越精简找出那个关键字 然后你看到这个关键字 它就代表后面这一串的东西 你心里面就已经知道了 那你的新制图就会越来越精简 如果你觉得分类不够的时候 你就自己去增加一个分类 这时候你会需要一些逻辑的思考 你觉得这是用怎么样的一个分类名称会比较好 好那请各位加油 还有九分钟 好我们基本上今天就是稍微放松一点 不会像以前那么那么感 所以应该稍微放轻松慢慢来 我的课很自由 如果你要问其他的问题也可以 那个游老师问桌机怎么变双荧幕 就是你要先看一下你的桌机后面 它的那个荧幕输出的那个插座有几个 好那如果你是比较旧的机器 一般来讲它会有DVI 跟那个VGA的接头 那如果你基本上如果你有两个接头 就可以输出两个荧幕 这个是没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你只要把荧幕给 两个接头都把它插上去 你在那个Windows桌面上 就可以按右键去设定那个双荧幕 然后比较新的电脑有HDMI 还有那个DP的接头 那就是也可以在外接 那有的主机板 这个跟主机板有关系 有的主机板甚至可以接到三荧幕 所以我很喜欢华琴的主机板 它被人叫做磨板 它可以一次接三个荧幕 那如果说你的后面已经没有电脑的那个荧幕输出的孔可以接了 那这时候呢或者是说你的接两个可是也不能用 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去买显示卡 就是用外接的显示卡 那显示卡如果你只是为了双荧幕的话 你就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那个显示卡会有多出来的 两个以上的那个HDMI的插槽 那你就可以再多买一个荧幕去接 所以那个学校旧的电脑 电脑就是有那个开换下来的旧荧幕 不要丢 就每个老师发一个给他 就可以在家里变双荧幕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一边控管学生 然后一边可以放自己的教材等等 那所以这个是变双荧幕的方法 那笔电的话 其实也有那种外接USB 外接的你去那个顺发买 有那种外接USB的那个荧幕扩充的那种小盒子 就是小的外接显示卡 那个也可以使用 也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远距时代 如果还没有双荧幕你会很辛苦 不用客气 各位老师有任何问题直接发问 因为我本身也教 也在推广科技教育跟科技素养 所以我都有协助那个协助资讯团 协助科技团的相关的业务 所以都可以问 那一般的跨领域的工具什么也都可以问 家里的电脑有问题都可以问 不过自己的问题就 就是私人问题就在脸书上再问就好了 这沿袭的场合就比较不合适 好各位一边做摘药 一边感觉一下那个调整关键字的历程 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抽象化的能力 那这个抽象化的能力是要练的 那你新制图用的越多 你那个抽象化的关键能力越厉害 越厉害 那这个抽象化的关键能力是 卡狗不要钱 卡狗直接在Google 它是一个网站 直接在网站上使用不用钱 缅钱的版本三个 三个私人文件其他的会被公开 要钱的就可以全部私人 这样子 那个麦克风待会再来讲 我现在声音很好听吗 好讲一下那个麦克风 麦克风其实我现在用的这一支麦克风 是淘宝上面买的 然后是电容式麦克风 那电容式麦克风呢 德普森是我放在书房的那一支 这一支是BM66是不是 好大概一支六百块而已 跟德普森一样六百块左右 台湾买大概一千多块 好那这种推荐各位 如果你要你的声音好听 有点像那个主播的那种感觉 请你买电容式麦克风 那另外一种叫电感式麦克风 电感式麦克风呢 他电感式麦克风 他比较会放大人声 但是会把那个其他的杂声会收变小 但是他的缺点是你讲话要比较用力 因为他收的声音会比较小声 所以如果老师要买 我还是会建议你买电感式 电容式麦克风 那电容式麦克风他的好处就是 他收的声音非常的细微 他的频率比较宽 所以像人家那个演奏音乐啊什么的 也都是使用 使用这个电容式麦克风 那可是缺点就是 太细微的声音他也会收进去 那不过这一点你倒是不用担心 因为你因为现在的不管是Zoom还是Meet 或者是Team他都有那个去杂音 就是他会帮你做简单的过滤的功能 会消灶消除噪音环境噪音 那还有包括OBS录音的时候 他也可以挂外挂 所以你的环境噪音他可以帮你直接消除掉 那你就不用买那个很贵的本身麦克风 自带消灶功能的AI降噪功能的 那个都很贵 所以你买一般的电容式麦克风就很棒了 所以我现在这一支就是600块的电容式麦克风 对按的 效果就会很好 那我就也不用讲话一直很大声这样 电容式 那个另外一个叫动圈式 刚刚讲错 那个动圈式的你讲话要比较用力 因为他收的声音比较小声 那个叫动圈式 那那个是在没有降噪功能的时候 你买那个还OK 但是缺点就是讲久了你嗓子会哑 那像这种电容式的他就是收的声音会很清楚 然后你的声音会很好听 越贵的越好听 那个品牌推荐我是觉得好用就好 那个普朗克有推荐 我们台湾的那个品牌也不错 那个电容式的 我一下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 台湾的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千多块的只要是电容式的就很棒 老师要问淘宝连结 等一下那个 等一下午休的时候我再贴好不好 我们先回归正题 对 那个如果你要买国产的 原钢的AM310是还不错 听说还不错 这是一般老师在买国产货的推荐的选项 那他那个原钢310的消灶的选项 他是在他的软体上面 好 那至于那个刚刚讲双萤幕淘汰的部分 你就请那个事务那边先不要办淘汰 先把萤幕先给老师使用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学校有库房就会很好处理 主机先堆在库房里面 那萤幕拿来用这样 好 那这个部分就各位在讯息列里面在讨论 我们回到我们的课 好 那所以各位就会摘要出 刚刚做简单的摘要出那一篇文章的重点 好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们刚刚讲那个在 在你在做那个新制度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啊 我可能读一篇 当我自己要去快速的想要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有时候可能读一篇会不太够 好因为读一篇你会发现我读了一篇之后可能 我只了解到某一个面向 哪一个面向可能还少了 那我就会再继续去找其他的相对应的文章 再去看 然后再去建构我的这个整个 针对这个主题的核心的相关内容 然后就会找到一个 找到比较完整的面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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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